在2024年生肖牛的综合运势如下,蜀牛人专心注意听了,2024年流年帝之尘土是尸土,而蜀牛之人的之为仇土,仇土与尘土同为尸土,为比肩帮身之美意。 所以,蜀牛之人在2024年今年可以说是得帮得住,顺水行舟。 所以,在今年的工作和事业上是红运避开,并且定有贵人提拔相助。 事业上,今年会得到比较长足的发展和收获,有向上提升之项,而且提升的职位比较高,权重大,职责重。 这是蜀牛的人今年一定要把握好的。 蜀牛人做生意的人今年一定要切记,商道仇信,所以做事情要以诚实信用为先。 今年的财运是滚滚而来的,但因为受到小好之星的好谢之项,所以财运上注意节约日常不必要的开销和花销,今年的财项得利,大有收获。 在婚姻感情上,今年蜀牛的女人比较顺心,婚姻感情可谓是如意是多。 但今年蜀牛的男人则容易与另一半有较多的争吵和摩擦,口舌之争要以忍让为前,这是要留意的。 蜀牛之人今年要多注意家中老人的健康,或者是亲友遇到的挫折不顺之事,多提醒提点,互相关心。 蜀牛的人今年的健康方面没有大问题,但肠胃今年有些弱,所以饮食上注意荤素结合,饮食合理。 上半年运势,2024年为甲陈年,上半年由甲木主导,对于蜀牛的朋友而言,正观主运,有利的一面是,工作上标感比较强烈,会比较谨慎,认真的对待工作上的事情,因此能够较好的处理好工作上的问题,你的表现也能得到领导的认可,为日后的晋升巩固了基础。 不利的一面是,容易被人驱测诈骗,所以在生活中虚慎防备有心人骗财,在与人合作方面则要慎重,在合作之前应探查了解合伙人背景、人品以及信用,以防上当受骗。 另外,常做劳而无功的事情,需谨慎理财,切尽盲目投资。 下半年运势,下半年由陈土主导,劫财主运,有利的一面是, 合作共赢是主旋律和同事之间的紧密合作,使得项目推进得更快,和同行之间的合作,可以让你们的影响你更上一层楼。 不利的一面是,可能会有破财的风险,需要注意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,不要贪图高收益而盲目进场投资。 也要注意,不要轻易帮别人做信用担保,或者是借钱给别人,其中存在着不少的破财风险。 工作方面,竞争更加激烈,无论是职场竞争,还是同行之间的竞争,都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,心生焦虑。 鼠牛人年度重点关注月份,运气最佳月份,九月份是丑牛运气最佳的月份,在财运方面,除了本职工作收入之外,还会有外财的收获,比如投资理财的收益,而且较为可观。 工作方面也较为顺利,在工作上能力出众,能够得到上司领导的认可,使工作可以更高效地进行。 运气最差月份,一月份是丑牛运气最差的月份,本月的财运运势较为低迷,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本职工作,外财较少,特别是投资上的收益甚微。 所以,在本月度,不应过于抢求外财收益,做好本职工作为上,待运气低迷的时段过去了,再做投资打算。 本月要注意工作上的人际交往,需要尽量低调行事,与同事之间是以保持适当的距离。 事业运势,进入2024年属牛的人在世事业上的状态,可谓是顺风顺水,首先是身边的贵人兴旺而且多,加上贵人提携,今年有升职,提升的吉项,家景美妙,今年事业运兴旺,春风得意。 对于上班领心的属牛人来说,认真对待工作,不宜过于散漫,否则势必会影响到工作效率,引发同事和领导的不满。 同时,也要多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,与人相处时尽量和善一点,不要总是斤斤计较,职场关系变差,对自己并没有好处。 属牛人在事业上,如果工作态度端正,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特技术,就容易被贵人看到,在他们的扶持下,事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。 对于做生意开公司的属牛人来说,需要提防的是,容易引发官司是非。 平日做决定和签署文件时,一定要万分谨慎,对待细节精益求精,以免出现纰漏。 尤其是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事情,更要谨慎,不能一味追求成功而铤而走险。 属牛的人在今年感情上波动之下比较频发,尤其是已婚的属牛的人特别要注意的。 对于单身的属牛人来说,桃花极佳,在感情上机遇多,容易遇到形象气质佳,善良温柔的异性,若能好好把握这个机会,便有望脱单,获得一段美好感情。 不过,本年桃花过于旺盛,会吸引许多异性来到属牛人身边,可能会收获不少表白,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理智一点,不要被喜悦冲昏头脑, 要明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爱情。 对于已婚的属牛人来说,新的一年能与伴侣和谐相处,感情升温,生活中的浪漫增多。 但是流年桃花过于旺盛,又受到碎君影响,也预示着属牛人容易陷入感情问题。 所以,已婚的属牛人一定要注意防范烂桃花,把握好与异性交往的分寸,以免引发是非,影响自己的婚姻。 健康运势,今年因为属牛的人与太岁同为土五行,而且都是湿土,水多土软,加上今年属牛的人在工作事业上状态特别的旺,免不了的应酬酒席比较多,容易饮酒过量,而且摄取热量过多,造成肝脏以及脾胃受损引起肠道消化不适的现象。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,在休息时候注意多饮水,饮食清淡。 另外,自身体质会变得比较差,时常会出现一些病痛,精神状况也不太好。 所以,属牛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身健康,勤锻炼身体,注意疏解自己的压力。 财富运势,属牛之人为仇土,与今年的太岁尘土都是土,并且都是师土相合,所以能得太岁支柱,今年的财运是收获颇丰的,而且是正财,偏财都顺利顺心。 不仅是在事业工作上容易得财尽财,并且今年会有不错的横财以及偏财来发,所以今年投资股票、基金、房产等都会有不错的财向进涨。 今年属牛的人是财源广进的一年,注意理财得当。 另外,在进行大额投资时,要注意因一时疏忽而导致自己血本无归,需要谨慎应对。 同时,在求财的过程中也要遵纪手法,不宜投机取巧,否则容易为自己惹来官司是非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